穷瑶阿姨又回来了 昨天晚上穷瑶的最新原创电视剧 花飞花物飞物 正式的登陆无难为止 待会儿看着没 15年前的魂珠泽泽 这挺好 又一部穷瑶新剧现在又出现了 几位主演相信大家会儿都不陌生 李胜 张瑞 林心如 杨子 再加上老牌演员刘德凯 方清卓等鼎丽的加盟 打宣传起就备受观众 看过第一集的观众应该都有感觉 这部戏走的还真是穷瑶阿姨的纯爱演情 将穷瑶式的爱情贯彻到头 不过剧中增添了不少潮流的元素 像什么悬疑下豪门 小清新 可以说把现在电视剧热门的元素一网打尽 这里边我咱得说不光是穷瑶的功能 更有导演 要没有导演的话 这部戏也不可能是如此的潮 之前有人说这部剧会是穷瑶阿姨的风底之作 对此穷瑶阿姨回应 说穷瑶剧永远不会画上句号 你就以为穷瑶阿姨只会遛个梦 穷瑶阿姨永远都在做梦 从1963年开始的长篇小说窗外开始 到今年穷瑶阿姨已经在文学界整整打拼50年了 穷瑶说了 她是一个特别随心所欲的人 所以也不会给自己设定限制 如果有一天她觉得编剧太累 会把自己的作品给有能力的团队去改编 但如果哪一天灵感来了 说不定还会有下一部作品 说起穷瑶剧给我第一印象就是 女主角全都特别爱哭 男主角其实也一样 你看马景涛一种 那种就典型的 而且我们感觉穷瑶剧当中的女主角 一个赛一个的漂亮 漂亮还能哭 穷瑶剧就像一个一个的造梦工厂 捧红了近百位明星 1986年的《极度相红》是穷瑶的首部 由小说改编的电视剧作品 一经播出之后反响巨大 主演秦翰和刘雪华也因此一炮而混 林青霞和秦翰也是因为穷瑶阿姨的作品而结缘的 当然最后两个人没成为情节连理 没成为真正的夫妻 之后1990年的婉君也攥住了观众的眼泪 小童星金鸣从那个时候开始就逐渐被人熟悉 再后来的《一雷又梦》 捧红了陈德荣 烟雨萌萌 更是成为翻派的经典 像肖强 我们所知道的著名的影星 也是因为穷瑶剧而捧红的 1998年《环珠格格》的播出 更是成就了一大批明星 现在我们所知道的赵薇 林心如 还有你家兵兵 苏友鹏 以及那时候的秦格格 王漾 火的是一发不可收拾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 在之后近十年的春节晚会里边 春节或者暑假的 《环珠格格》都成为必播的电视剧 荣摩摩这个角色 已经被评价是又招是烦 又难看的这样的一个人典型 收视率往往说每回重播 《环珠格格》的时候 收视率都居高不下 反正有熊瑶的地方 必然是有大批的粉丝 正样了那句台词 你是疯儿 我是沙 潺潺绵绵 追你到天涯